第十七回,閒沉幽闊,巧悅玉知,毒癖橫癌,驚逢巨網, 今時唔繼續雪道,接著一陣黃蜂過去,聲氣撲鼻, 從山石逢中研出一個女人腦袋, 披傘穿一頭黃髮,只是看不見他的身子, 我當時覺得很奇怪,可是我心中並不怎麽害怕, 他的身子好似夾在山石逢中,不能鑽動,他不絕地朝我點頭, 醫師大約是叫我把山石再炸碎一塊,他便可以脫身出來, 我正要照他的狠求去做事,他見我在那裡尋屍沒有表示, 好似等得有些不耐煩,臉上漸漸現出怒溶, 兩隻眼睛一閃一閃的,發出一種暗藍的光, 又潮著我呱呱的叫了兩聲,又尖又黎,非常派人, 同時一陣聲臭之氣中人欲求,我也漸漸覺出他的異樣來, 猛然想起在這深山窮谷人跡不到的所在, 怎會藏身在這崖洞之中,莫非是妖怪嗎? 我後來愈想愈害怕,本想用金狗將他打死, 又恐怕他萬一是人,為妖法所困,豈不誤傷人命, 一時那不定主意,正在諱缺不下,那東西忽然震怒, 猛然震怒將身子向前一穿,穿出來有五六呎牆, 張開大口,那個熱絲好似要咬我一口, 幸而我同他來的地位很圓,又好似有什麽東西將他困住, 穿出了幾呎光景,便不能再往前進, 所以我未祝他的獨守, 這時我才看出那東西是人手蛇身, 穿出來的半折身體是扁的, 並不像普通蛇那麼圓, 周身驅是南輪,太陽光下,正光耀目, 我既然看出他是蛇妖, 朕肯輕易放過,便將甘苑放出, 準備將他打死,以隨後患, 誰想甘苑光光出手,便有一陣天崩地裂的聲音, 把我振魂在地,等我清醒過來, 我已回到此地,母親把我抱在懷中叫換咧, 想起色彩事情,好似做夢一般, 忘問母親是怎麽回事,母親只叫我靜養,不許說話。 我才覺出魂身有些酸痛,過了幾天,才得傳遇, 後來我又問紫紫,紫紫才對我說起那日情形, 原來最先崖下,那個蛇身人守的妖怪, 名叫美人網,奇毒無比, 想是當初惠惑人間,才被有盜力的先人, 將他封鎖在那最先崖下,用了兩道符算鎮住, 那天被我追逐的小人小馬,名叫玉枝, 平常人若吃了,可以脫鎖換胎,多活好幾百年, 有根行的人吃了,便可小費幾百年修煉苦工。 此種靈異的妻身之所,到時找乃有猛獸毒蟲所在,以防人類的侵襲, 我當時不知道,執意要捉回來玩,才用甘願去軍打山石, 不想無意中破了頭一道符算,幾乎把妖蛇放出,闖下大禍, 幸而當時琴蛇的人早已放到此著,又用法術將他下半身禁錮, 所以只能穿出半身禁錮,後來我第二次要用甘願打仕, 那第二道符算已發生功效,將面前一塊山石倒了下來, 依舊將它鎮住,同時我以終了蛇毒,又受了極大震動, 暈倒在地,幸而母親將我救了回來,據母親推算, 說是那蛇敢鼓洞內,已經數百元年,他在內苦修,功行大場, 那玉之源是雌雄兩個,雄的年代較久,亦已變化成人, 雌的只能變馬,他也知道人若走到崖下,終了蛇毒,便要暈倒在地, 所以則那危前的小洞,作藏身之鎖,那日紅的玉之騎了此的出來遊玩, 被我追得方不擇地,逃近那蛇妖身旁,那蛇妖對這兩個玉之早已遂言, 指父母有機會,如今送上門來的好東西,豈肯輕易放過,可憐那玉之一時逃避不及, 總算紅的跑得快,未遭毒手,痴的逃得手慢,被那妖蛇一口吞了下去, 他得此靈藥,越發厲害,原來扶算兩度又被我破掉一個,漸漸感他不住,被他每日拼命掙扎, 現在已將上半身轉出洞外,大逆不久便要出來,為何人間了,酸男聽了大驚度, 那蛇妖既然厲害,難道師伯那樣大的神通,眼看他要出來為何於世, 更在本山,就不想法去消滅他,為世人除害嗎?今時不笑到,誰說我們肯輕易搖他呀? 我因為這場大禍,是我闖出來的,好多次請母親去除滅他,母親總說,這裡頭有一段因果,非等一個人來相助不可,酸男道,照這樣說來,那相助的人, 一定是能力很大的了,今時不一定,據母親說,此人如今本是倒不甚大,不過應在他來之時,便是妖蛇大數以盡的事後, 而且這人的生神八字,是五年五月端五日五時生,在生黑上,是那妖蛇的硬對頭,所以等他來相助,比較容易一聲,酸男聽了,仿然大悟,說道, 怪不得師伯要留我再此相助,我就是五年五月端五日五時生的呀, 今時文言,大喜道,我這就好放心了,不瞞你說,我為此事,非常著急, 因為紙紙本事大,幾次求他們著母親幫我去捉妖除害,他總怕母親知道怪他,昨天母親走後,我又求他,他還是不肯去,我本打算找你幫忙, 因為剛才我看你同那賊和尚打時,你的劍光並不怎麼出奇,偏偏指指剛才又倒氣走了,更無辦法,想不到你就是我母親所說的幫手, 今日二晚,明日正午,明日正午,我便同你去除妖如何? 酸男知道今時無聖情活潑,膽大包身,自己能力有限,雖然他母親說除妖妖應在自己身上, 萬日正午,萬日到時鬥那妖不過,再要出點差錯,這千斤重詐,如何擔發,欲待不答應? 又恐今時無笑他膽小,甚為兩難,只得膚顯他道,我雖然能力有限,極緣幫你的忙,前去除妖, 不過師伯出門,師姐又不在動中,我陪你去涉險,師伯回來怪罪於我,如何是好? 莫如切法先將師姐審回,三人同去,喜不盡美盡善嗎? 今時聞言,好生不快到,你們命為劍俠,作事一點不爽快,老是推三了四,你想我頭一次到最鮮艾, 當時母親就說他快要出生,到如今已經有兩個月,說不定就在這一兩天出生, 我們老是千言不決,養好遙運,將來一發,便不可收拾, 古人說得好隨惡無盡先下手的為強,後下手的遭殃,我日前在黃山,見著珠梅子子,談起此事, 他到狠懷怯地答應幫我,也時怕他師傅見怪, 巧巧地將參下大師的法寶偷借我好幾樣,剛才同賊和尚動手,我因爲恐怕像甘願一樣,被那賊和尚弄壞, 將來還的時候,對不起珠梅子子,捨不得拿出內容,如今聽你說出生神八字,我歡喜極了, 實指望你同我一樣心理,除害安良,免去後患,誰想你也和我子子一樣,看不起我這個小孩子,不肯幫我的忙, 你也要知道,我人雖少,心卻不少,你們都不肯幫我,難道我就不會一個人去,我明天豁出一條小命, 遠那妖要蛇拼過你死我活,你膽少怕事,我就獨自去,也不要緊,說時, 古著一張小嘴,好似連珠炮一般,說個不停,說完,崩著臉,慕容滿臉,酸男聽了, 知道這個小孩子說得出來,便做得出來,自己也是好性的人,見今時不說他膽少,愈發不好意思, 否則,況且在人家這女逐刻,她是一個小孩子,如果讓他前去鬧出亂子,更覺難以為情,好在師父說自己生平順無空險, 姑娘不妨是,莫如答應同他前去,到時見機行事,知難以推遍了,當下面對今時無道,師弟不要生氣, 我是特為事是你有膽子沒有,並不是不願同你前去,願想等你指指回來同去,實力更充足一些, 否則,況且他的劍術精心,我更是萬分佩服,如有他同行,便萬無一失,比較妥當得多, 既然你執意要去,我們就明日去吧,今時文言,便轉路為起,說到, 我原說孫師兄是好人呢,我還有幾句心腹話未對你說,你看我指指這個人怎麽樣, 孫南正要答言,忽然眼前一亮,靈魂已站在面前,說到,你這小東西, 又要編排我些什麼,今時無見指指回來,滿心歡喜,便也就不忘下心說了, 原來靈魂欣常聽父母說,自己想要再度陳劫,心中好生不痛快,偏偏酸男來時, 又見母親對他特別誰稱,言語之中,狠覺可疑,便以深到昔日度劫之言怕要應驗, 因爲這百元年之功行,修來不易,便處處留神,揭力避免與孫南說話, 在孫南方面,並無別念,只為敬眾靈魂的本領,所以時常誠心求教, 靈魂的母親去時,又叫孫南跟靈魂學劍術篇種劍法秘訣, 靈魂對母親素來孝順,從不違抗,心中雖然不願,面子上只得照辦, 一個事自在請益,一個事先有成見,靈魂為人和遠, 又知道孫南正直光明,見他恩恩求教, 朕肯以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類之外,雖然知道自己也許誤會了母親的意思, 自己掃入本事落落大方,又加道幸深厚,心如明鏡,一層不厭, 不知怎的,一見酸男,莫名其妙地起了一種特別感想, 也不是愛,也不是恨,說不出所以然來,欲想不理人家罷, 人家光明之成,又別無錯誤,要你罷,無緣無故, 有心中不堪,實則並無緣故,自己偏偏要留你不堪, 有時自己都莫名其妙,色彩金蟬當著非娘,容言與譏諷, 原是小孩的口沒遮難,隨便說說,並無成見, 不知為何,自己聽了,簡直收得無地自容,忽然想起, 我何不借過恩由,被往黃山,每日在暗中窺視金蟬動靜, 以免發生時端,所以才故意同金蟬鬥口,飛往黃山,剛剛起在半空, 便如山下大師問他何往,靈魂臉色通紅,也說不出所以然來, 山下策然觀色,即知心意,便道,好孩子,你的心思我也知道,真可憐, 和我當初入道情形簡直一樣,靈魂之道不能隱瞞,便貴請切法, 山下大師道,本山原有欲知,可保你的功行,只要你能一層不厭, 愛摩來知,事如平常,便可不知多極,你怕他何來,靈魂又問欲知 怎樣才能到手,參下大師道,這要是你有無先緣,明日正是妖社伏諸之日,欲知到手, 看你們三人的做法如何,不過目前想談不到,最可笑的是,你一意避免成緣, 而我那朱梅小梅子,偏偏要往情往內轉,日前成我不注意,將我兩件震動之寶,偷偷借願你的兄弟, 說有多魔妻玩呢?靈魂掌虜,偏另再药謹,尤枮聽了,猶望望給個人賺敗追,非珠梅講情,也군將下大師道,才倒後甚麽, 哪能怪他們倆小孩子,不過金蟬不知用法, 明日我還叫朱梅前來在你們成功便了, 靈魂正了又謝,不便再往黃山,似必大師回洞, 藏在暗廚,打算再讓金蟬著急一夜,一面偷聽他和孫南說些什麼, 正聽見金蟬用言語激動孫南,孫南居然中計,不禁暗笑, 後來又聽見金蟬又說到自己身上,恐他亂說,才現身出來難左, 金蟬見紙指回來,心中雖然高興,臉上卻不露風, 反說到,你不是走了嗎?回來造審,莫不是也要明天同去看我孫師兄大顯神通, 琴妖除害嗎?靈魂笑了笑到,沒受,勾引你朱梅子子,去偷你絲伯的鎮山之寶, 好,害得人家為你受了許多苦楚,如今思百大路,說要將他逐出門牆, 你好意思嗎?今時唔聽吧,又收又急,方不擇地跑將過來, 拉著靈魂的衣就說道,好指指,這是真的嗎? 梅子他偷大師鎮山之寶,這與我去除妖,原是一番義氣, 不想為我害他到這般地步,叫人漲生過意得去,好指指, 你看在兄弟的面上,向大師去求一求情,想個什麽法子救救他吧? 靈魂見今時唔小臉急得通紅,哪樣著急的樣子,不由心中暗暗好笑,便亦發控他到, 你平日哪樣厲害,不聽話,今天居然也有求我的時候,又不是我做的事,我管不著, 大師哪樣喜歡你,你不會自己去求嗎?今時唔到,好指指,你不要為難我了,我也救受的了, 只要指指這次能幫我的忙,從今以後,無論指指說什麽,做兄弟的再不敢不復從命令了,好指指,你就說個兄弟這一回吧? 說時,兩眼雲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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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何況你的梅子只有是那麽好的一個人呢? 我對你直說了吧! 色彩你不聽話,我本要打開你, 到我未站住,剛剛起到半空中, 便遇著大絲排魂語氣而來, 說起這隨妖之史,慣願你梅子指的洩道官司, 大絲還在裝籠作假,是我在三求情, 大絲不但不擇佛珠梅,反叫他明日前來在你成功, 又勸我不要和你小孩子一般見識,我才回來的, 你聽了該喜歡吧? 金禪果然歡喜得口都合不上了, 說道,你真是我的好子子,這樣一說, 明天連你同梅子,都要幫我擒搖,那是萬無一失的事了, 我收到還未成功,就替人間隨了這般大海, 怎不叫人歡喜呢?靈魂道,你不要又發瘋了, 聞聽母親說,那妖蛇十分厲害,非同小可, 如果是平常妖蛇,大絲何必派珠梅來相助呢? 你不要以仗人多和有法寶,到了交戰時,彼此不能相顧, 吃了眼前規,抹處素苦,今禪道, 只只說得是,將才我不是說過嗎? 反正我們都聽你之配,你叫怎樣就怎樣如何? 靈魂道,只要你聽話,事就好辦了,如今你到來的法寶, 尚不知用法,只好等珠梅到來,再作商量, 你何逢取出來,我們看看呢? 今禪聽了,望往來動取出參下大絲震動之寶, 這幾樣法寶,原是用一個尺許大的錦囊裝好, 等到今禪倒將出來一看,裏面有三寸直徑的一粒大珠, 黃光四蛇,搖眼玉花,其餘盡是三尖兩人的小刀, 共有一百零八把,長子五六寸,冷氣深深,寒光蛇人, 只是不知用法,靈魂對今禪道,你和你夠多荒唐, 勾引娘家女子做賊,偷來的東西連用法都不知道, 你那時也不問問怎樣用嗎? 今禪大愧說到,入前屋到黃山,大師不在家中, 我和梅子在洞外玩了一陣,後來談起妖蛇的事, 我便說我沒有幫手,又沒有法寶,空置心有餘而力不足, 萬一妖蛇逃去,為害人間,豈不是我的罪過? 我說是,連連嘆氣,他便用言語內安慰我, 他說極願幫我的忙,指示大師教規極嚴, 無故不許離開洞府,他膽子又少,不敢向大師去說, 後來看我神氣沮喪,他說大師有十二樣震動之寶, 大師平日輕易不帶出門,由歸他寶館,可以偷偷借與我用, 事成之後,草草送還,萬一敗路,再叫我請母親,指指去向大師求情, 我自然是滿心歡喜,他便挑了這兩樣給我,又對我說, 這刀名叫豬邪刀,共是一百零百把,能放能收, 那豬名叫天皇正氣豬,他沒有說出怎樣用法,偏偏大師回來, 我連忙將二寶藏在身旁,上前參見,臨別時,大師對我微微一笑, 好似已知道我們師弊,我恐怕梅子受淚,便想向大師自首, 又有點作賊心虛,沒有哪般勇氣, 又妄想大師或者尚未知道,傳一種僑倖心理, 想借此寶藏我成功,等到回來,天天受良心制裁,幾次想偷偷前去送還, 老是沒有機會,靈魂聽了,正要答言,忽聽動外傳進一種聲音, 非常淒麗,情知有意,連忙眾生出動,往四下一看,只見聲月皎極, 銀河在天,色彩那一種聲音,夾著一陣極奇怪的笛聲, 由最鮮崖那邊隨風吹來, 長得歸X-Dipp慾 長得歸X-Dipp慾